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在香港主板上市 小米此前公布了IPO配售结果 其已经收到10亿3498万6800股认购申请 相当于超额认购9.5倍 按照小米IPO发行价17港币股 其市场后估值可达540亿美元 虽然相对于此前1000亿美元预期相距甚远 但是小米仍然将基深 有史以来 全球科技股权三大IPO 另外 也是香港资本市场第一家同股不同权创新试点 二 恒生电子两名高管接受刑事传唤 涉嫌盗取公司商业秘密巨悉 上市公司恒生电子两名高管廖章勇 沈志北正在接受刑事传唤 近日恒生电子发布公告称 这两位高管涉嫌以多种方式组织成立企业 并开展了与恒生电子有竞争关系的业务 公司内部调查发现二人涉嫌利用职务方便 盗取了公司相关商业机密 损害了公司的利益 因此 公司向公安机关爆料案 三 紧持科技内讧持续 公司表示潘思宁已离职近日 紧持科技内讧的种种令人大跌眼镜 先是其公司法人代表潘思宁发言 声称遭受到了紧持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吕庆等不公正待遇 并详细说明吕庆等人在未经期同意的情况下 将其股权进行质押 近期又通过伪造签名和股东会决议 将公司法人扁更为吕庆 但在7月8日 紧持科技官方微信公众号 却声称潘思宁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 并表示潘思宁的发言与事实严重不符 目前 该事件还在进行中 有媒体猜测该公司这次的内讧 或许与C110王进离职有关 四 美麻省理工创造出首个精神变态 人工智能巨悉 美国麻省理工研究人创造出了世界第一个精神变态人工智能 该人工智能似乎很沉迷于谋杀行为 外媒报道称 研究人员基于电影《惊魂记》中的角色 研制出了一个人工智能 为其命名为诺曼 诺曼接受了Reddit论坛最黑暗角落数据的训练 之后研究人员用罗下墨迹测验 及投射法人格测验检测它的回答反应 普通AI认为是一张鸟的黑白照片 诺曼认为是一个男人卷入机器中 这样的实验结果令人非常不安 研究人员认为这代表了真实的案例 当存在有偏见的数据应用于机器学习算法时 人工智能就会出错 五 高通数据中心部裁员 以致技术副总裁离职 2014年高通宣布要进军服务器部门 声称将打造基于ARM架构的服务器芯片 当时成立了高通数据中心事业部 而高通随后也推出了最高48核心服务器芯片 今年 高通宣布大次裁员 尤其是数据中心事业部成为裁员重点区域后 近日 外媒报道称 高通数据中心事业部计 术副总裁巴雷普邦巴卡已经离职 而这位副总裁正是高通ARM服务器处理器的核心人物 未来高通服务器领域怕是要走下坡路了